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漫迷早晨節目 卡雲尼正式加盟了漫聯 亦可以算是說,這個轉匯槍是最有名的加盟漫聯的球員 他來了之後,急急就和MUTV做了訪問 雖然他現在正在隔離,但很快他也有機會為漫聯上陣 希望為我們帶來前線的一些衝擊 這個訪問在官網上分開幾節 也有很多重點跟大家說到 例如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說 他很清楚7號波3的意義 儘管看看他接受官網訪問時怎樣說 一開始問他來到英國又怎樣,來到漫聯又怎樣 那些客套說話我都不說了 也說漫聯有最好的球會 另外就問他,你在意大利又踢過球 法國又踢過球,現在終於來到英超 那你究竟英超對於你來說有什麼吸引呢? 他就說,我終於來到英超 這個聯賽很多朋友非常吸引來到這裡踢球 這個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聯賽 我都覺得這是很大的挑戰 也都令到我非常期待 尤其是英超出了這麼多球星 所以到我去感受一下 他都沒有說清楚 究竟他知不知道英超有什麼難處 希望他可以盡快適應到 另外當然,跟他今次聽聞有相多關係 就是踢過漫聯的 都是烏拉圭的球員,科蘭 他就問他怎樣 他就說,當我小時候 我在國家隊跟科蘭踢過 當時的科蘭已經在漫聯踢球 一個球星 我就是剛好進入國家隊 我們在國家隊踢了幾年 但他也有跟我說過 一些關於漫聯的好事 所以他也覺得 他跟科蘭都很興奮的 國家隊 一定程度上 因為這樣就加盟了漫聯 然後 就說到他跟夏里拉的關係 因為始終我們之前也提過 夏奶奶就跟他說 曼聯叫你加盟 你不可以說不 但好像之前也提過 他除了說夏奶奶之外 亦都說迪馬利亞 所以我們都很相信 他應該知道曼聯的好事 或者曼聯沒有那麼好的事 他都應該相當清楚才加盟 所以我相信他這個決定 應該是心事熟慮的 然後我們也提過 究竟奧特福踢球會怎樣 他當然很期待 我們曼聯球在現場 打氣支持的一個景象 因為他也見過 說真的 他們是巴黎 或者納波里 球迷都是相當熱情的 不過我想當然不夠 我們萬迷那麼厲害 各位 好了 然後他說 他也有幾個選擇 為什麼他選曼聯呢 他說 當時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他也算是挺幸運的 有幾個 sorry 有幾個選擇 但是他說 他始終對於英格蘭的足球 很吸引 即是英超 再加上萬聯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吸引 很吸引的一個動力 亦都給我踢球 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所以呢 我已經是預備好 訓練的時候很努力 亦都比賽的時候 奉獻我的一切給這個球會 希望可以帶領他們去頂級 好 最後就說到七號球衣 原來 我不知道 原來他在拿波利和Penamro這兩隊球的時候 他也穿七號球衣 這就是主持告訴他 你穿過的 卡文尼說 不止 我國家隊都是穿這個號碼 但我老實地說 我亦都相信 穿起這個號碼 是一些場外的東西 因為當你落到場的時候 你就不會理會自己穿什麼號碼 穿什麼球衣都好 你都會做到最好的 他也當然明白到 萬聯的七號球衣是什麼意思 他也知道 很多很多超級的球員 穿過這件球衣 亦都成為一些經典的球員 在這個國家和這個球會 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責任 他願意去承擔 我亦都很享受很多很多的挑戰 好像我和你這樣說 我希望我可以對得起這件球衣 對得起大家信任我的人 對得起曾經穿過這件球衣的球員 令到我可以把這個 萬聯和七號球衣發光發亮 所以看他的樣子 卡雲尼都做足準備才來萬聯 他也知道有什麼要預備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落到場的時候 當你感受到英超 感受到萬聯的威力的時候 我希望他就可以借助這個力量 在英超那裡繼續發光發亮 好像他的舊隊友伊巴謙莫域 這次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 大家記住 留言、讚好、分享和訂閱 記住 我們把這條頻道 傳揚給更多聽眾 旁邊 conte… 你們這些都會讓我們 verlier 我們自己點擊 嘩應該再次讓他們 看他們 諸东也一樣 Gabriele 合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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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